《手機不離身,衣食住行都離不開網絡,買東西用電子支付等等,大家早已習慣在數字化環境生活,不過在這場科技賽跑當中,一些群體往往因為外部環境因素處於先天劣勢, 客觀的因素令到有一大群人似乎趕不上急速步伐,處於數字紅溝。中國城鄉之間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數字紅溝,其中年輕的一代因為數字紅溝導致城鄉間巨大的教育差距。 有教育家人士質疑,現在的教育透過在網上授課,過程中不是在縮小教育差距,剛剛相反是在擴大教育差距。 外於網絡技術和硬件設備不足,內地不同地區和學校面對不同的境況,學生都不例外。 在大城市生活的學生可以用電腦連接上網上網課,但在偏遠中西部目區的學生可能需要爬到山上找信號,才可以勉強用手機上網課。 北京師範大學進行的調查發現,超過八成半的農村學生只可以用手機上學校的網上課堂。 擁有電腦的農村學生只有百分之七,那在城市讀書的學生呢? 超過四成人是用電腦上學校的網上課堂。 超過七成半的學生,每人擁有兩至三個電腦或者平板,可以上網的學習設備。 簡單來說,農村學生因為地處偏遠的客觀因素,加上收入低,造成貧者月貧的數字和信息洪溝。 比更多困難群眾用到互聯網,有助推動脫貧。 內地電訊公司一直承擔住在偏遠的地區和鄉村,興建更多信號機站加強基建。 在深山麥林,人煙稀小的村落,就用人手抬著裝備,盡力豎起更多基站。 由過去的2G發展到今日5G,未來要做到信息通訊零死角的長遠目標。 推動數字鄉村被視為網絡扶貧工作的升級版。 重點任務包括加快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。 而且是一項長期任務,盡力縮小城鄉的數字鴻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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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